高雄市的陈姓男子因为拖欠传播公司坐台费用 成为了该公司的黑名单 去年二月陈南又在另一家传播公司点台 不料此举引起了该公司的注意 于是一幕优入动作片的戏码上演 蔡姓男子带领四个小弟配备辣椒水与棍棒 赌人讨债 陈南一开门立刻遭遇辣椒水洗脸 痛苦之下选择从四楼逃命 结果摔成骨折场面惊险又滑稽 这起债务纠纷的动作片是进展 让人不禁感叹这不是电影 这是真实生活 陈南只是想安静地喝酒 却意外成为了辣椒水特工队的目标 他的选择不是面对 而是展现了难得一见的跳楼逃生特技 成功逃离现场可谓是高雄的躲债专家 陈南的经历犹如荒谬剧本 蔡南等人一方面为了逃债 一方面又成了陈南跳楼的无形压力 虽然法官最终认为陈南的跳楼与他们无关 但这场逃债大戏无疑给了陈南一个难忘的教训 下次欠债 或许可以试试看其他更平凡的还款方式 法庭审理过程中 蔡南等人对于无故侵入住宅的指控坦然接受 但对于恐吓一事却持否认态度 似乎在他们眼中 辣椒水喷射只是一种热情的款待方式 这让人不禁想问 这是哪家的客户服务手册 总之 这起事件不仅是一则充满戏剧性的新闻 也反映了现代社会中 债务与个人安全之间微妙且复杂的关系 陈南或许已经从这次的跳楼经历中 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但这同时也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提醒 面对债务问题时 选择合法合理的解决方式总是最佳的选择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